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7月1号 星期一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 我是许桂雅 罢免谢国良连署经过了一段 稍微是停滞期 蛮慢的 但是呢 在截止收件之前的这个周末 我们看短短两天的时间 如同是吃了大补丸一样 一口气从三万份冲到了四万份 柴梁小组大为振奋 但是我们要问 请问谁是最大功臣 居然是许桥欣 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四 许桥欣登高一呼之后 来我们看的是 盾牌牙医史书华书 他的观察起码贡献了五千份 这就是西德雅没西平德 那来因现在究竟 他们是想要抢救谢国良大兵 还是想要把谢国良当成是祭品呢 他们的战略究竟是什么 国民党在这个礼拜四 要排审提高罢免的门槛 柯文哲态度其实蛮投机的 他说门槛不用动 但是他猜 他猜的 他猜很多人都是被联署 而不是真正的去联署 现在是说这个民意都是假的吗 但其实基隆市的选委会他们其实是可以审核的嘛 还有呢 柯文哲对于这个猜量的态度 我们他再夹着一件事情来看 民众党的总部要刷尾了 8月要搬去台坡大楼 这就很有玄机了 台坡的当 林伯峰是谁啊 是谢国良的阿姑 那用黄国昌的连连看来看的话 柯文哲他会就谢国良吗 民众党后来他的国民党的选拔法的版本 他们还真的会投反对票吗 大家会盯着看 而基隆的成绩转运战 在林优昌卸任之前 已经是完成了99.7% 那剩下不到1% 却是经历了一年多才在今天终于是启用了 但是谢国良也没有邀请林优昌出席这个启用的典礼 来因立委林佩祥他还说 转运战整个整个要算起来 算是宋楚瑜那时候开始弄得好 是宋楚瑜当省长的时候 是不是扯太远了 而今天为了要第一手观察 有没有感觉贵雅的肤色好像黑了一圈 因为我今天跑到了基隆 去了解基隆人对于谢国良施政的各种的反应 贵贵出任务到基隆去 待会我们一块来看民众的心声 好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一川 也是黑了一届 因为你有去吃海鲜 好 来 接着我们介绍民进党台中议员周永宏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周首边先介绍 直升媒田王瑞德 各位好 大家好 制升媒田王思琪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新北市员吕家凯 各位好 大家好 因为基隆的议题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民进党基隆市议员张之豪 各位好 大家好 稍后还有民党立委王定宇 以及时事评论员吴静怡都会加入讨论 那川哥我要先请教一个部分 因为整个罢免的联署 其实我们上次在讨论时又等一等 到底会过不过会过不过 其实心里面觉得那个分数差一咪咪 但我们希望说后面是不是 来一波的话就跨过那个三万零七百九十二份的门槛 可是没想到 每一年都起来 我们整个局势都不一样了 已经说他们其实收到应该是有破四万份 因为六月三十号 他们截止是他们心里的预设 可是七月五号才真的送件 所以在这段期间陆陆续续 后面加码进来的联署分数 陆续冲上来 那怎么速度适合适合这么快 我们第一次看到数字的时候 各位记得还差所谓的三千份 所以要冷漫庆 然后就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联署 后来第二次出现数字的时候是三万的 再来出现了三万六 接下来出现了四万 就到这一个礼拜六礼拜天结束 那因为现在这个团体 他们正在整理那些名册 因为那些名册里头 也不能够排除有人 来把我们冲地冲坑就对 你说联署好几份 不是他就是 同一个人 对就同一个 不是就说他去所谓的 朱立伦说的超名册 柯文哲说的超名册 就是他冲坑给你超名册 那国民团体没注意 他真的把他整十分的 真的送出去 那就真的超名册 你说可能有人导弹 有人导弹 因为那送来不一定知道 因为那位是自己驾来的 会叫什么外送员去收的 所以他们现在 必须把那个名册 还是要再重新看一下 比较有争议的 那份就可能先流下去 不要送出去 那可是这个整理 到大概7月4号5号 他们就会送了 可是这一段期间 1号开始 接下来收了这些 还是会继续收 因为审完之后 他还是会叫 这些提案的团体 要能够补件 补到那一个数字 所以这个数字会持续的 继续往上升 往上升 那往上升了以后 其实现在的这个情势 会变成说 这个谢国良 我们在录影的这个时候 谢国良 他跟他人是什么 国民党的 他说下半时间5点 对家人出外了 所以他是5点钟 砰砰砰 然后就开着车 就是驾车到基隆这边 不对是 巴德路的国民党党部 然后说有一个 顾良小组要开会 这个是蛮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上礼拜朱立伦 其实已经去到基隆 他如果要说事情 上星期就都说了 今天谢国良 重新再放这个新闻出来 发这个通知出来 其实就是国民党 要全面开战 那我们设想一下 全面开战 对基隆到底有什么好处 对谢国良有什么好处 绝对没有好处 因为现在是在不断的累积 要罢免他的连署书 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投票 即使进入到投票 各位要知道 罢免的时候 谢国良是没有对手 那不是两个人都要弊 是谢国良单独一个人 大家针对他 要不要罢免他去投票 不是说谢国良的对面 有做一个候选人 没有 这个大家讨论 谢国良会这样 怎么讨论的 就是说谢国良 做了这一年半 做得好不好 谢国良跟前任市长 比起来有没有比较好 谢国良跟隔壁的县市长 比起来有没有比较好 谢国良跟全国的县市长 比起来有没有比较好 基隆人到最后 不要罢免谢国良 大家心里头想的是这个 而不是想说 现在谢国良 如果要什么人算 那个人敢不逼谢国良 这个阶段都还不到 可是国民党 我也不是很懂 他们的作战的战略 既然要把这个整个升高 那一升高以后 最后谢国良那个仇恨值 会慢慢被累积 像今天这个东岸 今天这个基隆转运转的待遇 你各位注意看 谢国良今天的演讲 全部看稿 没有笑容 全部看稿 没有笑容 然后他从头到尾 没有感谢过历任市长 我没有说他感谢林又昌 但是一般来说 这一种场合 都会感谢历任市长 如果林又昌三个字 他念不出来 他可以想感谢历任市长 还有历任的立委 因为转运站 各位知道转运站转运中心 这个名词 大概这十年才有了 差不多这十年才有 像政府 他们的地方也有 很多地方 官庙转运中心 一直都有这个 地方台中也有什么 转运站转运中心 都差不多这十年才出现 所以这十年 基隆的立委是什么人 他们也都没有感谢 因为转运站转运中心 大部分的钱 都是交通部公路总局出的 地方政府其实有个基隆资 出很少 所以要感谢中央争取的 这些立委 他也都没有感谢 然后他就说 因为我们今天只请 跟交通有关的人来 告诉各位 这就是风度 你看林又昌主席 某一个检查的时候 来注意看 林又昌主席 当然他就叫前任市长张通融 他也叫林佩祥 当然林佩祥是议员 这种的我跟你说 这种建设不是只有一个市长 争取或者新建皇宫 因为有时候跨两三个市长 都有可能 这个时候有逢得的 就是邀请王中环 我跟你说 要邀请前任市长 很多方法 很多没解 一种 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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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我有惊给你 我有惊给你 这第一种 第二种 传简讯给你 传简讯要邀请你 因为我腿胖的没拎帽邀请你 第三种亲自打电话给你 亲自打电话给你 邀请你 可是邀请你 打电话也很多学问 打句马上刮掉 不是要跟你说过 可是我有留记录 我有邀请你 各式各样的交通都有 可是谢国长直接说 我没有邀请你又长 他说因为他现在有党职在身 那蔡世英呢 一借平民 一借平民 大部分的经费都是蔡世英去争取来的 然后今天当然我再讲一下 今天基隆转运站另外一个插取的是 这个林沛翔 林沛翔你拍着拍着才会没中情 因为没人办理 你硬要把头帽出来 他说什么 他说这基隆转运站 其实当时是宋楚瑜当省主席的时候 他不是说省长 他说省主席 宋楚瑜卸任台湾省省主席的时候 林沛翔17岁 他15岁去美国读书 17岁他正在美国ABC 正在那里读书 他说他就有厚厚一跌的报告 奇怪 那个年代是没有电子党的 那些报告做了 他爸爸妈妈 他爸爸做基隆市政 他妈妈做立委 当时就嫁这个报告 17岁 嫁这个林沛翔说 这本好投 这本人将应该用点 他说他当时就有厚厚的一跌的报告 那时候宋主席就在规划 这个基隆转运站 这很夸张吧 两句话 你不讲林又昌就算了 你为什么还要帮宋主席出来 你说宋主席两年前去基隆 当时我们在办城市博览会 当时在国门广场里头 有一区是宋正脉设计 宋正脉设计的时候 宋楚瑜听简报 当时跟在宋主席旁边的 就是这个谢国良 跟林又昌市长的夫人 这个宋正脉简报完 宋主席说什么 他说基隆变好多 在林又昌的主政之下 变得很漂亮很美 他还问了旁边的人说 所以现在基隆火车站在哪里 就是那个样貌 已经让宋主席 当时当省主席 跟到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 结果林佩生 你今天把宋主席叫出来 第二个你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说你硬要让大家记得 你爸爸当过基隆市长 你妈妈当过基隆立委 结果你爸妈在基隆 弄了二三十年 假设这个民意代表 二十十年 鸡人气没什么变化 没什么进步 你看现在大家还想起来 原来你回台湾的第一个工作 你怎么知道林佩翔去国外拓战 第一个甲鞋 争取当基隆市长 是喔 他回来的第一个工作 就争取当基隆市长 当时输给谢立功 第二次 第二次争取的工作是什么 参选基隆立委 输给郝隆斌 然后接下来 不容易才选上议员 然后接着才接班立委 让大家记得林佩翔 所以林佩翔 我跟你说 你现在谢国良 打的打的还没得到情 你最好也打的打的还没得到情 不然大家会回头去想 你们家族在基隆 到底做了什么事 今天基隆的盛事 当然是有关于 这个转运战的部分 但是呢 有关于连署的这一块 我先请教之豪 之豪议员 因为在连署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上星期就在讨论 徐晓星三风点火的功力 蛮厉害的 因为他讲说 那个我们的政治人物 弄一弄 烫不浪 也可以弄个100个到基隆去 后来林涛是不是也有加 林涛也有讲 说要罢免同志委 所以我请教的是 我刚刚在讨论是 为什么那个分数 增加的速度 那里那么快 因为你嫌人在地 你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 谢国良市长 之所以会面临到 这整个罢免的状况 当然就是因为 他自己本身施政的问题 因为他当市长 然后市政又推得不好 做得不好 所以说就被人家罢免 那现在如果说林涛 这些国民党的 这些好战的分子 跑出来说 如果你罢免我们市长的话 我们就罢免你这些议员 那我就问 我们现在是哪一个议员 让谢国良说 要去发鼓鼓啰 是哪一个议员 建议谢国良说 你去把那白沙发 把它放到海边去 让他去淋雨晒太阳 或者是哪一个议员 去做出任何现在跟谢国良 市政有关的东西都没有 所以说罢免的 国运动者也清楚 市民也看得到 大家都很清楚地知道 现在局势是怎么样 所以自然当国民党 把这个事情拉高到 变成是一个政党的仇恨动员的时候 你自然就让市民更不爽 好好的面对这个问题 会有那些困难 你感觉要没台没仇 又要把莫名其妙的 其他的人都抗拒一遍 为什么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整个国民党现在是 不只是慌了极了 那我问你 在联署的时候 当然他们很多人 像我今天去基隆出任 我也感觉到说 基隆人其实对于他那个施政 很多的细节 都是非常了解跟清楚的 那在联署的过程 除了对谢国良的施政 不满意度之外 对徐巧欣也有人 一边签一边讲到徐巧欣的吗 对 是 当时发生什么状况 他当然是在签的时候 自然就是讲说 今天那个是谁又讲了什么 真的是气到了 要跑出来签 跑过来签 贵海姐你也看到 我们当时在 刚才在基隆的状况 很多的人来跟我们比赞 跟我们说加油 接下来要怎么样 可是要问他的时候又不好 不好意思讲 不太敢受访 什么因素 就是你就发现说 为什么有办法 这么短时间之内 最后这几天突然冲这么多的分数 就是很多的人默默在观察 很多的人默默的在支持 所以你不是说 随便感觉到这个 看什么状况 然后你以为说 好像应该冷冷的没事吧 没有不是 任何一个中央在发生的事情 尤其是徐巧欣 林涛这种仇混值特别高的人 他绝对 绝对是让我们火上加油的 这个另外一桶油 好来我们今天贵贵出任务 我们到了基隆去 然后去了几个景点 我们先谢谢我们的这个 协助单位 张志豪议员 也有带我们 就是去走走看看 我们先来看贵贵出任务 我们在基隆 在进行这个市民的街访 那市民朋友有什么样 反映他们的心声是如何 我们先一起来看 基隆猜量行动如火如荼 最先的导火线就是 东岸商场Net的争议 贵贵出任务 今天我们就来到基隆 这边刚好是一个公车站牌 我们来了解 究竟基隆人对于谢国良的施政 满不满意 你感觉市政做到什么样 害了之后 都要破战 都单纯浪费钱 他不会做事情 不会做都乱做 自己规划都错误 我们基隆不是要电动汽车 而是因为你的东岸的视线 让我们觉得说 你当初的证件到底在哪里 市长要加油 这是因为市长太难逗了 市长是公主哥嘛 一直来就是轮于行事轮于表面 都没有去想想他政策一些 比较长远的破话 就是等于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解决一些很表面的问题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 礼拜一菜市场修饰有一些没有开 但是有一些店家还是有开的 大家以为到基隆要吃庙口小吃 但是告诉大家 其实呢很多基隆在地人 都是去仁爱市场 因为这边二楼有冷气可以吹 好像没有很难 好像没有很难 今天请张之豪议员带我们来基隆的仁爱市场 这边来看看这边的环境 还有呢他跟我说这边有非常多的美食 不过他刚刚特别告诉我一件事情是说 这有冷气汤的水 现在一天风很强的没错 不过风好像没有那个冷气的感觉 你是不是骗我 是 确实这个就是应该 现在我们整个市场冷气也坏掉 那冷气其实坏掉 然后市政府又一直迟迟的没有动作 那其实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温度 大概就是市民对市政不满的这个沸腾的温度 你就可以感觉得出来说 为什么连市场修个冷气 装修个冷气 那都可以拖半天 那其他的东西一直做 然后结果这些最基本的基础的建设而没有做 你看我们到了礼拜六礼拜天 李当应该所有的市民都会在这个地方 吹冷气吃东西 吃冰吃日本料理都在这边 但是正是因为现在冷气好像已经坏了好几台 所以说应该要更换了又不更换了 所以就变成是来这边的 不论是在这边工作的员工 或是来这边 李当应该来这边的人都变得少很多 那就是因为冷气都不冷了 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我看你吃到都很冷 对啊很冷 以前这里很凉吗 不会 这边卖的吃东西得到感觉 哦 其实每年夏天也确实都这么热 是不是有反应过 确实 有反应过可是我觉得就是 可能也许这老旧建筑啊 或者是什么的 他们有一些困难 没办法调整 可能对外窗啊 或者是对空气的部分 都觉得没有那么 要加强 对就比较闷热一点 客人的反应也会说 没那么舒适啊 你们冷气是不是坏掉啊 我就说啊 我不知道我没办法 好 我们现在这个背景是 今天刚启用的成绩转运站 不过基隆人告诉贵雅说 他们等这个转运站 等了稍嫌久一点 希望市长的效率能够再高 那今天到了基隆 听听看他们对于 谢国良市长的想法 现在联署的分数呢 第二阶段已经是 四万份的上下 远高于门槛是 三万零七百九十二份 接下来将交由基隆人 来决定城市的命运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贵贵出任务 好 基隆人是非常可爱的 来 瑞德哥 我要跟你请教 我们先来看到是 因为我这边准备了 这个 这个是我们出门前 长的样子 有给他们几个选项 一个是三百万的海峰Cafe 其实是去年有一个 夏天十天的一个活动 就是把沙发椅推出去 那再来是电动车 以及人工草皮 还有东岸商场 还有杨宝珍 政策推广大使的部分 还有飞灰一年增加三亿的成本 那因为每一件事情 它背后都有一些细节 那我们来揭晓答案是什么 我们出去街坊 请大家表达你们的意见 那有一些朋友说 不行 我几乎每一个都有感觉 那我们有说你可以复选 可以贴三个 有少数人有贴到三个 那我们看排名的部分 哪一个最多 排名的部分 这个 电动车最有感觉 可是他们讲说 我想说电动车不是 给你们好理吗 说没有啊 这个预算就会排挤 我们鸡人骑着 这样你要散架 你要把我排挤掉 是不是原本该做的正半就不能做 我觉得基隆人有智慧 好 再来呢 这个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容易懂 很多人选这个的原因 我说哈 这三百万 你说不了才三百万 他说 鸡人 风吹日晒雨淋的沙发 这个不太容易 对吧 没有看过有人这样做的 同灯同分 这个跟这个两个是同灯同分 宝宝杨宝珍这个推广大使年薪132万 剥夺感很重 没有办法接受 那瑞德哥 现在当然基隆人的诉求非常的多 可是国民党的诉求是什么 你绕一个我绕一次的 那徐晓鑫是这样讲 苏清泉讲什么 我们52个立委 通通我们就庆祝到基隆 让反对票赢过赞成票 其他的县市首长 我们看看侯友宜说什么 他说他很积极很负责 然后蒋万安说 如果需求我们会给予支持 张善政说他在市政上非常的用心 我们希望能够使力的帮他加油 是不是干脆这一些 都去那儿就好了 去那儿的效果是什么 他刚才有一个人说 那么谢国梁做得很好 那人叫侯友宜 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是六都里面看了一下 是2024年远见县市首长 市政满意度里面 不满意度最高的 他是第一名不满意度 第一名 他叫侯友宜 那么他最有资格讲的 为什么呢 因为谢国梁 他声援的谢国梁也是全国 包括六都 反正22县市 不满意度最高的 多高呢48.3 这个数据会说话 那么 为什么大家对他的评价那么低 刚刚那个桂儿讲了好多个 桂桂出任务里面有好多个嘛 对不对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谢国梁自己找的 2月1号 当早12点空几分的时候 你指挥警察把破门拢进去的时候 那时候马上就过年 没有人在讨论这个事啊 没多久我们开始注意到 为什么呢 真正把整个事情冲到最高的时候 是什么 谢国梁自己搞了一个直播说 我是一个什么快乐的成年人 对吧 紧接而来又开了一个记者会 然后讲说什么 我没有吸毒 你有没有吸毒 正常的台湾的盛事所长 不会有人开个记者会说 我有吸毒 我也没有吸毒 不会啦 他就破了他真的 谁会认为你有吸毒啊 对吧 你还是喝手机我可以接受 但是问题是 不会有人这样子嘛 然后开始 我们大家觉得谢国梁怪怪的 他为什么这样子 一个一步一步踩向罢免 那是谢国梁自己去搞出来的嘛 那么除此之外呢 那么这个 中共国民党的党主席 朱立伦最近急了 所以讲出这个说 要修选罢法 要修选罢法 要修选罢法说 要多一票嘛 罢免票一定要多过支持者 当时当选的多一票 你有说一大堆了 然后呢 他说不然的话 这样子不公平了 他的理由跟这个 柯文哲 民众党的主席 柯文哲讲的一样 他说 可能会有人这样子乱签 随便签一签 你中共国民党最部主席 说这话话 我跟你说 为什么数据会说话 2021年 根据中选会所公布的会议记录 国民党所领先提案的 反萊猪公投 那时候有四个公投案 反萊猪公投 联署前死亡人数1611人 然后另外一个国民党 由主席江启臣提出来的公投榜大选 联署前死亡人数1606人 你知道再创下一个世界纪录 鬼都会联署 你知道吗 鬼都会拿起笔来 然后在台湾这样子 那谍先赶快要联署 从这件事情得到验证 总共有1600几人 已经死去了 还可以联署 这件事情后来中选会 移送到检调机构 我想请问一下检调机构 办那么多年 办了三年多 你们是睡着了吗 你们是睡着了吗 办了怎么样 给大家一个交代吧 其实 那么谢国梁 那时候其实 我跟李正浩都有 在节目里面 禁告谢国梁 赶快买个计票到欧洲去 三个礼拜 收卡小手 大家都不记得 你在地球上有存在 这样你就躲过去了 就没想到 其实有一个人来救他 叫许晓鑫 因为许晓鑫 为了讨论他们的事情 搞了一个月 对 大家那时候都忘了 忘了讨论谢国梁 整个假的人 罢了行动 其实沉浅下去 整个盪下去 我想坦白的 那时候大家很担心 你第二阶段能过吗 你三万多份能过吗 结果成也许晓鑫 拜也许晓鑫 许晓鑫自己用自己家事 拿来救了谢国梁 结果后来他又来申援谢国梁 我请问一下全台湾 全台湾 现在仇恨值最高的政治人物 是谁 黄国昌是排男性第一名 但全国第一名 当然是许晓鑫 結果许晓鑫申援你了以后 不得了 再加上轻鸟行动 叫他们说到这样 这些年轻人叫他们说 都是民进党 去动员来 然后被变成是 大家非常愤怒以后 一口气没出 那个要罢免立委 那是明年的事 先罢免谢国梁 马上就可以了 就突然间 整个那个联署分数 轰一下冲出来 我告诉你啦 过去在这个林佑昌 当基隆市长的时候 给他们一个荣耀嘛 以前你要说 五年前 五年前韩国瑜在说高雄 又老又穷 我跟你说你错了 真正全台湾又老又穷的是基隆 你去基隆 那时候基隆 你看基隆港 你去看中正公园 去看很多地方 你会发现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那时候基隆都是倒数了 不是第一 就是倒数第二 就这样嘛 所以林佑昌让他这样子 托他万古嘛 让国际大邮轮一烧一烧 又来嘛 觉得基隆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嘛 结果没想到 你们最后竟然去把所有的一切 把林佑昌讲得一文不值 所以才会有在这个所谓的 刚刚不是讲那个 成绩转运战吗 成绩转运战马上要开始了嘛 对吧 今天启用了 我跟你说 只有一个市长 只有谢国梁做一个市长 在启用典礼上面的讲话 跟邀请的名单 你看这些人 小鼻子小眼睛 为什么 你从头到尾都不起提前市长 林佑昌 理由是 因为没有邀请党政人 因为他是现在是民进党的秘书长 秘书长 所以不方便 他当时李佑昌在卸任的时候 2022年12月25号卸任的时候 到百分之九十九点 切的相关的工程都结束了 对 结果他今天怎么讲 他说我们经过很多 谢国梁说我们经过很多 把过去的政府 怎么样怎么样 意思说不好 我们经过这些努力 才把它弄好 他这样呢 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人 你不要忘记前 基隆市选出来 区域立委民进党的这个声音 蔡世英嘛 很多金美食材去争取的呢 他们都故意忘掉这两个 对基隆 这个转运站有功劳的人嘛 不邀请也不提到他们 你知道吗 还可恶到几点 你们小鼻子小眼睛到这种程度 已经包括国民党 或是包括民进党 都不会发现这个错误 反正我邀请你来不来一回事嘛 反正现在 我跟你说 就像大巨蛋 就像那个等于说捷运站 只要有落成功劳 都算你的嘛 那现在已经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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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要去罢免什么 同志会议长 罢免民进党的議員 我跟你说你做你来 你做你发码过来 我跟你说 谁怕谁啊 等到你们真正开始的时候 谢国梁企定的投票已经结束了 最晚9月底 因为他现在7月5号送件 一个月之内就要给答案 所以最快9月的时候一定会投票 等到你们开始 要把面有的没的时候 已经没了 我说一下没算了 用一个議長跟你換一个市長 太划算了 市長議長換算了 不一定就干脆直接选市长 你知道 谢国梁只要罢免掉 你国民党推谁来选 都不可能当选 所以这一切一切 不就是谢国梁跟自己的 国民党的这些猪队友 不断的提油救火 把自己火烧屁股的嘛 那川哥我要请教一个部分 是说那个联署的部分 那当然现在国民党 已经进行到什么 这个礼拜四 不是要选爸爸的门槛 他们希望要调高 拜三公天会拜喜 他就立刻要排审了 这是一件事 那再来是 我们会知道说 那到底蓝绿的比在内政委员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如果因为高金素美提前预告说 身体会不舒服 拜承身体不舒服 所以他说这个好像要请假 所以应该是蓝绿6比6 对不对 那所以民众党会是一个很关键的 那现在我们听柯文哲讲什么 柯文哲讲说 那个联署的分数 有的说有的都是嘲嘲的 名字大家嘲嘲的 所以会有一些 就是说不是真正的民意基础 而是呢 可能你们有一些名册 然后签一签 你觉得柯文哲在玩什么 我跟你说 这个委员会开门 国民党6个 民政党6个 这个白色的一个 可是国民党要一个去做主席 所以并且卖一针就很重要 不过我判断卖一针 应该不会去开门 是喔 包牌的战术就是不要突袭 他没有反对 可是他有讲 他在媒体报导上面说他反对 反对不一定要去啊 民众以前不是不赞成不反对 然后也没弃权 不举手 也不举手 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个变化 其实也不一定会扣 大家不敢扣民众党这样骗去 其实他们公园都是非常有 这一个学问的 你要往左边也可以 你要解读往右边也可以 所以你说这个联署的 这个民策里面 现在国民党说什么 可以给他抄抄的 抄抄的 国民党以前的拍习惯了 不用抄的 不然怎么会发现这些事情 这一次为什么公民团体特别谨慎 因为他们上次第一阶段 送这个基隆市选委会 后来送这个中选会的时候 被踢除 所以这一次特别小心 我们去嫁人很多人 也跟我们说要叫我们倒共 说什么 说什么联署的 什么鸡签名 不可以抄过鸡 什么纸楼 纸楼不可以写F 什么中正区 什么区 区不可以打个叉 要写三个口 对吧 都有这个情形 其实这一些包括主力论和柯文哲说 我说这都没意无事 以前在处理陈伯伟的时候 你也都没这样说 为什么现在又要感觉 其实今天早上赵绍康又讲了一个 我听到我也很坚持 他说什么 他说基隆市选委会 应该要打电话 问那个联署的人 他有没有联署 要打电话 问联署的人 有没有联署 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对 但是赵绍康你错了 联署书三没有电话 好 我们签的联署的时候 只好在 签的联署上面是没有流电话 没有流电话 你怎么会叫基隆市选委会 卡电话去 某一个人说你有联署吗 你这个电话怎么卡 你就没有电话怎么卡 你如果真的市民接着这个电话 就对了 接着这个电话 他说来来来 狼公流联署卸国粮 要罢免卸国粮 你这个电话联署卸掉 因为说对了不是 说不对了不是 怕死了 我有没有联署 政府怎么会打电话来问我 我联署这件事是公开资讯吗 会把所有的名册公布在网络上吗 当然不是 不会啊 对啊 赵绍康为什么要求基隆市选委会 要打电话 要打电话